大哥,这是在高速上,你给我提示变速箱警示 我的天哪,这怎么办 我现在是在去往塞里木湖的高速上 刚才从营地一出来 开了有五公里左右 我的这个车就提示变速箱警示 然后我在路边的那个应急车带上停了一下 把火重新打着,它好了 好了以后往前又开了大概有个五六公里 遇到一个红绿灯 我踩了刹车以后,这个地档就一直在闪 而且现在地档也一直在闪 现在一直在闪 我在高速上,我没办法停车呀 这怎么办呀 前面14公里到果子沟服务区 我在那停一下吧 我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一直在提示 但是过一会儿,那个灯就消了,没有了 然后过一会儿呢,它当然又一辆 然后又提示变速箱警示 现在怎么办呀 正开着看到了一个下道口 我就下来了,刚好那车也该加油了 然后最难过的是 刚才在红绿灯那一踩刹车,它就走不了了 因为它那个地档一直在闪嘛 就摘不了档 我只能在红绿灯那儿熄火 然后迅速的又把火打着 这才走了 这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也搞不清楚 有没有知道的朋友 给我一点建议吧 因为我现在,我在返回伊宁市的话 要,也可以返回伊宁市找一个4S店吧 太讨厌了 我现在把油加满了 重新再打火 它每次重新打火的时候 打着是没问题的 但是开一会儿就会提示那个变速箱报警 这个变速箱的话 这车开起来就有问题了 还有12公里左右到那个果子沟服务区 我到服务区再停一下 在这12公里里头 不知道还会不会出问题 先走吧 现在是好的 刚才经过的那个是果子沟口服务区 但是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车上现在也没有报警 再往前走一走吧 我刚才为什么突然间就是看到那个变速箱警示 我就我就很慌 因为从果子沟这上到赛里木湖要上一个很 就是海拔要急剧的攀升 在海拔攀升的过程中 这个车如果说是 这个变速箱有问题的话 那就麻烦了 我会被挂在坡道上的 而且看现在前面这么多车 那我有可能因为我一个人会造成交通拥堵 所以我刚才心里头特别慌 然后从那个加油站加完油跑到这儿大概是10公里 12公里 现在没有警示 现在没有报警 哦 这个伊威克的底盘 这毛病真的 就真的有点多 我知道有些人又该说了 这个评论区老是有那种人 啊 你开你怎么你开房车 就就 你开一辆坏一辆 你说这个话 你一看你就不会开车 那个如果是懂的人 大家都知道 这个伊威克底盘确实毛病很多 经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报警 我这辆车还算好的 上一次是在 我想一想是在哪 海子山 在海子山的时候 那天正在下大雪 那天正在下大雪 然后突然间他就提示 就是变速箱警示 我呢就赶紧找了一个路边停车的地方 把火稀了 重新再打着 就没事了 就好了 今天又是这种情况 吸了好几次火了 每次吸了火 再打着还是一样 就是过一会他就开始提示 结果我刚才加完油以后 到现在好了 难不成是因为没加油的缘故吗 也不应该啊 我加油之前他还有半箱油的 我现在真的是搞不懂到底是什么原因 大家有没有懂的 跟我说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车开着开着突然有问题 很麻烦 这个人心里头 很慌 果子沟收费站的堵车 哎呦 难道是ETC不能用吗 我ETC不能用还麻烦了 我这ETC没有卡 我这ETC没有卡 光过了 你好 你好ETC不能用吗 可以在人工角度上 哦 就是再往前开是吧 哦对 哦 这是那个第一车锁 哦 那这 咋回事 啊 啊 是因为有的车它 没有ETC 是因为有的车它没有ETC 所以要人工缴费 所以耽误了时间 现在已经能远关到果子沟大桥了 我们现在要爬一段坡 然后直接从果子沟大桥穿过去 从这个隧道一出去 就可以看见三里木湖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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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